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接下来的单元来看 台湾在面临在九合一的大选之后 现在整个社会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 这个转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选举当中 充分应用大数据的观念 那么能够帮柯P打印一场选战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载总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我们邀请到老朋友 黄庆永先生来针对 未来在大数据的时代当中 我们看到从过去的PC 到Mobile到最后的联网 那么从这个大数据当中 会创造出非常多的商机 第一个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 那么在从12月到现在 大陆的万达集团的白货公司 最近关掉十几个店 那么换句话说 在电子商务时代 在崛起之后 现在实体店面开始面临 非常严酷的考验 那么这是一个 在商场上开始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 那去年我到杭州 也去参观了阿里巴巴的总部 我们可以看到 在阿里巴巴总部当中 它的墙面上挂了大数据 那个不停的跳动 这个数据的力量 它撼动了人类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两次的光棍节 都对阿里巴巴带来 非常巨大的冲击跟影响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世代 那么这一次选举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选战可以应用非常多的 大数据的概念 去分析民调的数据来源 那么掌握新的世代 他们未来对民意的一个动向 那么这一次在选战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载总经理就充分的发挥 他的辅选的功效 我想包括未来进入到云端的时代 到物联网的时代 这个巨大的改变 到底会对我们人类 未来生活或政治各种层面 带来多大影响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买本乔先生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你 谢谢 好 我们清友兄跟大家温和一下 清友兄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想先从这个 九合一大选谈起好了 我想这个载总经理的合配科技 你第一次担任科批的科技顾问 然后后来在这一次当中 当然可以看到 你后来有一次请吃鸡排 那这当中可以看到 你这次用了很多的 大数据的观念去分析 这种整个世代选民当中的 不同的导向跟定位 这次科批赢得胜选 大家都觉得那个是 非常传奇的效果 所以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个选战当中 你如果应用大数据的概念 然后去掌握未来显明的动向 好 谢谢主持人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 就是说我担任科批的科技顾问 但是在打选战的过程中 是有非常大的团队 然后为他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大数据的分析 有这么一家公司 他帮他分析 就是说网路上各种情形 各种民情 各种事件出现的时机 然后能够得出一个规律 让他为很多事情预作准备 这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功效 是说在一堆看来杂乱无章的资料 资讯状况之中 能够找出一定的规律 一定的关联 然后让你早做对策 其实这个早做对策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 如果你知道股市要涨要跌 你能够早做对策 那你可以知道 这个经济价值有多大 那同样在政治上 你如果能够算出 对手出牌的时机 然后预先做好准备 那等到对手出来的时候 如果是假的马上打脸 如果是真的能够迅速的 发表一些因应的 这些政策言论 这样子的话 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 我想几个例子 现在这次科批在MG149 当罗素雷这么大力打他的时候 但是我看那个回应 我们在脸书上可以看到 他那个整个脸书的 这个案战的比例 不断来讲串高 那从这个他立刻后面 采取这种很直接的行动 这个对选战来讲是 很多候选人从来不敢尝试的 这个我们怎么做判断 好 那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说 这个案件本身的内容 当然罗素雷举出来的这些 攻击科批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有利 那另外一点是因为 罗素雷出牌的时机 都被算好了 Qsearch这家公司 帮他每隔多久 算好之后 罗素雷每隔多久会出牌一次 所以事实上在出牌前几天 他们就已经杀盘推演 算说他大概会讲些什么事情 该如何因应 所以几乎是罗素雷讲完 他们那边马上可以发表反击 在网路上 一旦一个谣言传开之后 想要再去把它消弭 是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能够很快的因应 然后在这个负面效应还没传开之前 就把它消灭掉的话 那是非常大的价值 像你刚提到请示鸡排这件事情 同样的是我讲了一些话 有些媒体有点误解 通常如果说你设法澄清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 因为对媒体来讲 绝大部分人看报道 但是不会去看澄清 就是所谓的那种谣言在头版 澄清在第八版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想到 我想到的就是说 那有什么事情让大家会注意 那同时用一个很欢乐的气氛 不是一个就是说对立的这种感觉 去说你讲错了你要澄清 那在这种情形下 达成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那我想这是说年轻世代 因为它是所谓的Network Native Digital Native 就是说它从长大过程中 就已经接触到网络 接触到这些数位设备 所以它已经很习惯 这些使用方式 传播方式 它自然而然做出来的反应 而并不一定是说 针对什么样的讨论 然后去想一个策略 而是说在网络上 它已经养成习惯了 讲话就是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很多人会说 柯P好像有网军 在帮他做这些筹划 有的时候并不需要 做那么多刻意的筹划 因为做刻意的操作 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 这些其实都看得出来 现在很多人讲网军 网军表面的网军都用上了 那我想这个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看到 在这次选举里面 类似像王浩宇这样 26岁 他只在脸书上经营一个 我是中立人 他结果拿第二高票 这一次很多年轻人 是用脸书在打选战 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在网络的世代 将来在网络的作战 会不会成为政治决战里面 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想事实上就是说 老的世代 也不要说他真的多老 应该说前一个政治世代 他们也觉悟到这个状况 因为过去 他们会认为说 网络是一个现象 是一时的 那只是说 某一次选举中的一个工具 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说 网络是永久的 就是彻底的改变 所以他们也知道就是说 要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 选民所在的一个场合 而不是说 只是一个宣传的工具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像国民党的高层 也开始严理就是说 不是把他当一个作战工具而已 而是说怎么样认真的 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当作政治的一部分 那么该对他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进行怎么样的参与 然后取得什么样的回馈 全部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操作 而不是一个特别为选举 为政治的操作 好 我想先谈到这里 我们回来请教清永兄 就是说 这个大数据的应用 你像电子时报 从创立到现在 去你那边上课 接受你顾问的人 你加一加我看10来万 10几 20万 那这样的 你辅导过的这些人 或你的上过课的这些学生 如何用这种大数据的观念 创造后面延续的商机 谢谢 我想16年前 我们创业到现在 大概15万人到20万人 参加过我们研讨会 那重点是说 每一次研讨会的题目 其实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讲半导体 有时候我们讲智慧程式 我们有时候会讲一些 全球的市场的机会 手机等等这样的机会 那每一个听的人 其实不一样 电子业看起来是一个行业 它其实分了很多种 可能半导体制造 封装测试 手机 电脑 等等不同的领域 它关心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在 不同的研讨会的时候 找到不同的人 所以它是一个VOTICAL 是一个垂直的应用 那这种观念其实很重要 那以前比较不容易做 现在我们把资料累积到 很大的一个量的时候 我们反而很容易去捞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研讨会 希望来的是半导体设计业 副总以上的人 假设是我设定的范围是这样 那我就知道说 这一次我们大概会有几个人来参加 我们怎么去邀请 这个时候我们重要是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事业的经营模式是非常重要 我想回过来我想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大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数据 很多人对大数据或海量数据 这样的说辞觉得很炫 但是不是很理解说 它到底怎么出来的 那它的环境对我们理想未来 会是怎么样子 我想先回到这个主题 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 在过去行动通信真的普及之前 是PC为主的时代 PC为主的时代就是微软 Intel跟台湾的PC厂商 把它建构成一个环境 它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利用PC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是单向的 那到了行动通讯的时代 我们开始有双向的互动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增加了非常多 那个数据量当然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 但现在慢慢的 因为伺服器的关系 因为电脑运算的速度增加了 加快了 第二个电信的服务品质提高了 因为传输的速率增加了 所以人传递资讯的方法 跟那个数量也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接下来不是人跟人 或人跟物 将来甚至是物跟物之间的连接 就变成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这么大那个量 看起来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以前我们不觉得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像我刚才 为什么刚才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办研讨会 每一次我们需要300个人参加 我们怎么去找到那300个人 而且是对的人 不是街头上走来走去 那个跟我们没想到 有捞到你要捞的人了 对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我刚才讲说 Bus model 事业的经营模式 就变成非常重要 所以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价值 那个价值从哪个地方创造出来 那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说视觉化 就是说这个数据呢 通常过去 你跟我做老板的时候 我们做角色的时候 通常两种不同的资讯 一种叫做Excel 第二种是PowerPoint 这两种的最多 但是我们很难把它变成一个 很容易理解 而且迅速传递的一个视觉化的图表 举例来讲就是说 今天我们到一个某一个大的超商 或者一个大的大卖场 我是大卖场的老板 我希望知道我第八条线 卖生鲜的食品 它现在每天早上10点到12点 到底卖得好不好 那我应该增加哪一种货 减少哪一种货 我可不可以用即时性的数据 可以判断这个事情 这个要用视觉化的方法 否则数据太多 老板也看不出这些东西 所以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它要回到我们的事业的本质 就是每一个公司可能都有机会 但是它的方法要不一样 所以物联网对台湾来讲是挑战 但是也是个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从Macro的角度 从大的环境的角度 不是只有物联网 我们看到了有智慧程式 很多的智慧应用 我们看到云端的服务 我们看到这些新的东西 其实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 譬如说以前 做大数据的运算的时候 伺服器我们可能是跟美国知名的大厂买 但现在台湾的大厂自己会做 而且因为它是backend 它是后端的设备 它也不需要品牌 而且我们这些世界级的公司 其实规模也都很大 所以他们在产品的可信赖度上面 也相当好 所以台湾就创造很多新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网路 电脑运算上面 台湾还有很多的机会 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说 从micro的角度 个别产业的角度 它的影响环境也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将来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有一天到收购 我们有一天到微风广场 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OK 他会主动传递讯息给你 因为smart shopping 就是智慧型的购物的行为 会开始出现 因为它可以双向沟通 以前我们是单向接受讯息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对某一种产品 有特殊需求的时候 我很容易可以找到 或者是我到某一个专柜的前面 70公尺之内 我可以收到最新的讯息 这些都是新的应用 而且现在新的应用 因为技术上的改善 耗能的改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一个纽扣 纽扣大小的电池 可以让你的手机在上面 就是传递这种讯息 传递两年 就是你接收讯息 传递信息 所以现在的电池的技术 很多环境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将来在这方面的商机会 非常非常多 所以台湾的产业 也有一些新的机会 但是它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会两极化 就是制造型的 或者技术非常好的台积电 连发客这些公司 它会走更高端的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台湾的可能 过去认为说 我们半导体技术落后了 但是现在在物跟物之间的连结的时候 我不需要那么大的 记忆体的容量的时候 说不定这些新的公司 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不要小看那个五寸 六寸的 那个晶圆厂 将来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我想整个环境正在做大幅度的改变 包括我们应用行为 现在政府在推动那个智慧型的程序 这些东西都很值得 社会大众或者学术界 针对这些议题做更多一点的了解 好 我想刚刚清雄兄提到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行政院长毛治国跟 现在副院长张善政 他们两个应该是最懂IT的 等一下回来请教这个在政府上 我们这个会有没有新的一个助力 那回来请教我们蔡总经理 就说这一次台湾的九合一的选举 最后的结果 其实也告诉大家 就说这个新世代跟旧世代 在这一场交锋当中 台湾可以感受一种新世代 要崛起的一种动能 所以这个改变当然大家觉得非常巨大 那现在这种大数据的这个概念 除了用到选举之外 我想企业现在开始洗心革面 我最近看到报纸 我们鸿海郭董事长 他说他专门都找一些年轻人来聊天 来开会 我想最近好像你也是受邀 到鸿海去演讲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像很多的大企业在改变的过程 那郭董现在开始好像 也开始在向年轻人请益 那这样的对这种新世代的 崛起的过程 对企业的冲击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巨大的改变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主要跟过去的差别是说 新世代永远在崛起 随时有新世代崛起 只不过每一代之间的差距多大 那现在之所以大家感觉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是因为说 比如说从40年前开始 每10年一代 10年一代下来 到了这一代累积的改变 变得非常的大 过去可能两代之间有一点差异 然后觉得说 你可以做一个渐进式的创新 来改变这个生活 你觉得只是说 电视从黑白变彩色 可是后来从CRT变易经 好像有多了一点改变 结果现在忽然跑出3D 然后忽然跑出 携带型的这些装置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对于台湾的环境来讲 可能整个商业环境 目前很大一个问题是说 40年前成功的人 目前还在涨全 而不是每10年真的换一代 而这些企业会越做越大 在这个情形下 比较好的领导人 他们也领悟到了 就是说他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 就是逐步小的改变 而需要有一次比较大的改变 那以台湾的整个产业 行业的环境来讲 其实最大一个改变 是从工业要变成服务业 过去的产业转型 你说纺织工业转电子工业 然后转半导体工业什么 都是工业转工业 都是制造业转来转去 制造不同的东西 但是现在是整个 要彻底的从工业变成服务业 甚至台积电 大家认为它是半导体工业 事实上台积电之所以能赚钱 是因为它是一个服务业 它的服务业是什么 是你想出一个晶片 我服务帮你做出来 只不过我这个服务 交货的媒介是晶元 这是台积电提供的服务 所以它为什么能那么赚钱 可是你看 记忆体产业为什么不赚钱 至少之前那么长的时间不赚钱 因为记忆体产业是一个制造业 而不是一个服务业 因为所有记忆体都长得一样 而台积电是接了这么多厂商 每一家都长得不一样 能够为它做客制化的服务 所以差别就在这里 而这个年轻世代 跟过去老的世代 最大的转变是它的多样性 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 未来十年产业趋势 是电子业 是纺织业 是什么业 就大家通通都走那个行业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未来十年产业趋势是什么 是乱七八糟 几百种不同的产业 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他从小就接受这种 多样化的环境 多样化的文化 所以他能够开始去想 不用大家都走同样的路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创新的想法是多层次 多面向的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这些老一辈的 比较有远见的这些企业家 愿意开始听年轻人讲的话 因为过去比他小10岁 20岁的人讲的话 只是说我的制程 从多少变多少 我的功率从多少变多少 只是这样小的改变 而现在年轻人能够提出一个 完全彻底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我前几天去听了一场 郭董他那边年轻人讲的事情 就有一个年轻人讲说 他8岁的时候 在小学里面帮他爸爸 开始卖便当 建立整个行销供应链 然后他讲一讲说 他这个学校里面便当怎么卖的 讲完之后说 各位 我小学生 在这种情下 就是说郭董就听到 像这样子的年轻人的声音 郭董就 我20岁开始做生意 你8岁就开始 你比我厉害多了 你要不要来接我的位子 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请教我们青永兄 来看看这个在 尊重大树聚在云端 未来的应用 到底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 继续往前进 稍微回来